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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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來到Target 現在呢 十月底 美國將四萬聖節 好噁心喔 然後 在美國啊萬聖節呢 是一個小孩子的節日 呃 從九月底 十月初呢大家就會 開始準備 並且佈置自己的家 哇 大家看一下這些 哇好恐怖喔 這個是你一走過去 這個貓咪就會發出怪聲音 好恐怖喔 然後呢 家長就會開始忙碌 佈置萬聖節 準備做南瓜燈 然後呢 準備小孩子 萬聖節的服裝 那我們之前呢 已經帶大家去過 好事多 好事多買那個 萬聖節的服裝 所以我們基本上呢 都已經買好了 有的大人呢 也會跟著一起裝扮 可是呢 可是 我們家的大人呢 是不會打算裝扮 所以只有小孩子會裝扮喔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邊呢 這一區全部都是 都是一些裝飾 你看 有的人會在門口 萬聖節當天呢 放蠟燭 然後在門口 所以小朋友就會來家裡面 敲門 萬聖節那天 如果你家 外面門口的燈 有亮的話呢 小朋友基本上 都會過來敲門喔 這時候呢 我們也會準備很多很多糖果 這個是紙座的南瓜燈 然後到這邊呢 還有很多像假髮 這是大人之遇的 連狗狗也有萬聖節服裝喔 這是狗狗做成樂狗 還有很多可愛的面具 甚至於在好萊塢的話呢 很多大人都會精心打扮 OK 還有很多萬聖節的布置也都在這裡 哇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噢 Pumpkin craft kit 噢 所以這個是招你做南瓜燈的那個 噢 好可愛喔 這之前都沒有看過耶 噢 我的天啊 你看看這個 這個 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真正的南瓜吧 哇 噢 所以它只有附這些 裝飾品而已 那等於說你自己再買一個南瓜 然後把這些呢 帶上去裝飾 欸 這也不錯耶 哇 你看這邊也有這種的 還有貓咪的南瓜 可是這個就要把南瓜全部塗成黑色的 變得有點麻煩 那我們再看看 噢 我的天啊 還有 Olaf 噢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的話 你買一個南瓜 然後它裡面有附這個油漆 然後你把它全部油漆上去之後呢 再貼上Elsa的貼紙 這也蠻酷的耶 所以就等於不用 不用掉顆南瓜了 然後我們看看還有誰 哇 還有Olaf 這也還不錯喔 你看 把它塗成白色的 然後放上Olaf 這也是不錯的辦法耶 所以有的時候 哇 還有這個 先對不對嗎 喔 好特別喔 哇 所以有的時候啊 媽媽要是覺得麻煩的話呢 可以 買這個 也不錯 因為去年啊 我也是用磕的 哇 真的磕得很辛苦喔 然後我們再往這一區看呢 就是小朋友的萬聖節服裝啦 嗯 它跟好事多比的話呢 我們舉一件這一件好了 這件是仙杜未拉的 所以就是其實比較簡單 那好事多它賣的話 我覺得它那個是全套的 這邊還有小馬的 哇 你看 可以穿成小馬 然後這個要30塊美金 還有穿成長頸鹿的 哇 還有Snoopy的喔 Snoopy的服裝 這個要比較大一點的小孩子才可以 然後還有Baby的 Baby的是一個鯊魚 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是小鴨鴨的 哇 所以非常的特別喔 蘇菲娜的 哇